在三千年前,西王母的时代,昆仑山地区有一种原始蛇类 这种蛇可以控制人的四肢来操控尸体行动 变成一种金星散的生物,并混入正常的人群中 这种蛇可以让人产生幻觉,通过干预人的潜意识 让人无法察觉到他的存在 这种蛇有阶级之分,地位最高的蛇长着脚 被当时的张家人称为龙神 当时这种原始蛇类,通过这样的方法害人无数 最终张家人将龙神封在一具女性族人的尸体中 并用允玉铸造了一座青铜体 将女尸用铁链锁在炉底内,被镇压在昆仑山内之后 他们在当地建其作庙,供奉这座以龙神为形象的邪神 希望这个邪神能够放过自己,以这个龙神所形成的宗教体系 就是最原始的古神崇拜 云顶天宫中所提到的主神崇拜就是以这个体系演化而来 这也是为什么天下第二陵被称之位起因的原因 与起因相对的结果指的就是云顶天宫中的青铜门 元朝有个妖僧服侍当时的一位皇帝 据记载就是成吉思汗 这位皇帝信奉藏传佛教,想要在死后成佛 就让这个妖僧为他设计林墓 于是就在内蒙古的地下设计了一座莲花形状的地宫 妖僧为了模拟皇帝成佛之后的生活场景 在莲花地宫中设计了一场施国宴 业会上的食物都是人肉 另有一道叫万事留侠的菜 放在一只大食盒内 这道菜要保存千年才能吃 据说吃了人之百病妖僧 还给这位皇帝设计了一个虚构的主神形象 是一个长着三只脸的怪物叫踏麒麟 主神的半神是一种叫芒谷师的怪物 仆人是一种黑色的奴隶 在师国宴中宴会的主人就是三面怪 也就是主神的形象 半神负责给他抓尸体 黑色奴隶是伺候主神吃人的 在黑灯海草原上 来到这里寻找第二林的盗墓贼 进入师国宴都会忍不住吃下十公尺 这个东西是为了辨别人味用的 给主神判断哪个肉好吃 之后盗墓贼就会被草原上的芒谷师 控制前一时驱赶到一片小树林中 一体跑土钻入地下活活闷死 再被芒谷师通过牧师的方式 从地下通道中送回师国宴里 摆成宾客施席的状态 其中的黑色奴隶是当时被皇帝奴役的张家人 身上有麒麟纹身 奴隶在陪葬之前会用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抽取骨头 把他们变成肌肉柔软四肢和脖子可以拉长的黑色人形 在师国宴中负责伺候主神吃人 当时的皇帝想要让张家人的力量为自己所用 于是征服了张家人 同时得知龙神的存在 发现了昆仑山下的龙曼 古人将山体中的黑色盐弹称为龙曼 并起名为武山龙神 皇帝想要龙神的地气庇佑林木 于是 腰僧便设计了五龙分尸的风水局 将昆仑山下的龙曼移到了内蒙古 在师国宴的最顶部 腰僧以皇帝的形象设计了一张巨大佛像来表达 他是这个宴会的主人 在师国宴与龙曼的衔接处 有一条长长的走道 走道上都是用尸体来模拟的主神崇拜的场景 在走道中间 有一个披着张家人人体的巨大陶乳 起到护卫作用 时间来到现代 齐宇通过齐门盾甲撤出最终事件 到了发生的时间 挂像显示 青铜门后有东西出来 非死非活 大凶 但具体是什么东西就不得而知 据无邪猜测 这个东西可能是一端信息 或是一个秘密 这个东西可能会在天下第二林早到 谢宇辰为了完成当年洪家 谢家 齐家 三家人的后人 必须聚齐的约定 让金万汤去寻找齐之后 一个叫夏温的人找到金万汤 给他带去天下第二林的消息 并让他散布这个消息 这个夏温怀中抱着的小怪物 就是齐宇 他与齐宇都是尸狗调物 齐宇的形象 无法试人 因此只能躲在夏温怀里 借夏温说出这件事 金万汤开始四处散布第二林的消息 并夹了44匹喇嘛 第一匹是谢宇辰和黑虾子 最后一匹是铁三角 很多士狗调 就混到了这44匹喇嘛中 前往天下第二林 这一次旗雨 让金万汤散布消息的原因 士狗调加入行动 是因为他们认为能在第二林中 找到解决活肉疾病的办法 小花黑虾子最先启程 并用一只龙盒带上了旗雨 但是齐宇在这里 除了解决最终事件之外 他还有自己的其他目的 导致最终他与小花等人分开行动 铁三角最后启程 并且带上了金万汤 他们来到那片小树林 前面先来的盗墓贼 已经中了施国宴的招 吃下了石公痣 钻入土里把自己闷死 铁三角挖出大量的尸体 并发现他们肚子里的石公痣 之后吴邪就一直带着一颗石公痣上路 当晚他们又看到挖出的尸体 被芒谷狮摆成宴会 吃袭的状态 尸体围成一圈 中间是一个巨大陶涌 这陶涌当时是被芒谷狮通过牧师所控制 无邪和小哥对付这只芒谷狮时 无邪的太阳穴不知被什么踢了一下 之后他就拥有了那种可以用余光破开幻觉 看清环境本来面目的能力 铁三角将金万堂留下善后 出发去寻找第二林 之后他们发现自己被天寿了三天 最终铁三角找到莲花地宫所在的雪山 通过大道洞进入十国宴 无邪见到了宴会佛像和万世留侠 这时祖神形象的三面罐已经破出观国 吃了一口万世留侠 由于无邪一直带着石宫制 他的味道会吸引三面罐 小哥和胖子解决了三面罐 无邪在观国上看到了通往第二林的地图 小哥根据地图破解机关 天下第二林的入口终于出现